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着这样一支队伍 无论是狂风暴雨 电闪雷鸣 还是惊涛骇浪 强倾急催 哪里有险情 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被誉为海上的生命守护神 他们就是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成立于2004年8月 是交通运输部所属的专业海上空中救助队伍 主要担负我国台湾海峡及福建沿海范围内的海上遇险遇难船舶 航空器 固定设施等的 人员搜寻救助和人命救生 承担海上船舶固定设施的伤病人员救助 配合海上救助船舶 实施海上救助 消防和防污染工作 应地方政府需要执行其他海上和陆地救援工作 飞行队现有职工110名 专业技术人员占60%以上 截止2017年8月8日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累计飞行时间8590小时 执行各类救助任务390起 成功救助预险人员291人 到今年8月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已经成立13年了 这13年来他们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救助故事呢 我们先从最近的两起救助故事说起 8月14号下午在福州常乐机场东北方向230公里海域 一艘渔船上的渔民在作业时受伤 急需空中力量救援 接警后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立即前往救助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 14日下午5点40分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的直升机到达事发海域 将救生员放到渔船上 经过询问得知 这名渔民是在作业时被钢揽击中腿部 导致腿部骨折 救生员先是使用担架固定好这名渔民的腿部 然后安排渔民清理甲板 腾出空间救助伤员 在其他渔民的配合下 受伤渔民最终被安全调运至救助直升机上 晚上7点多 救助直升机抵达常乐机场 受伤渔民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8月9号上午9点半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收到报警求助称 在平潭东北方向约50公里海域附近 一艘集装箱货轮上 一名船员突发疾病 疑似甚结时 请求紧急救助 接警后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通知福州基地正在训练的B7-345机组 立即前往事发海域 9点50分 直升机在海面上发现这艘货轮 并开展救助作业 机组人员克服了海上风大浪高的困难 将救生员放到货轮上 之后在救生员的保护下 患病船员被安全调运到直升机机舱 要说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成立以来 执行救助任务时 天气和海况条件最恶劣 困难最大 最危险的一次任务 是今年2月的一次遇险渔船的救助 今年2月6号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接到求助 在厦门高级机场东南方向 约120公里海域内 敏龙于66822船身进水即将沉没 船上共有11名船员 情况十分紧急 请求紧急救助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立即启动 应急救助预案 开展救助评估 15点50分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的 B7310和B7106两架救助直升机 先后从厦门高级机场起飞 16点34分 B7310救助直升机 到达现场 发现遇险渔船 当时海上能见度很低 风力达到八级 狂风掀起了五六米高的巨浪 船体侧翻将近90度 随时有翻扣或沉没的危险 这次救援我觉得算是比较特殊 也比较紧急 也比较危险的一些现象 就是时间紧 首先它随时可能沉掉 对于有着12年救助经验的黄志斌来说 实战加模拟已经多达几百次 但每次接到的救助任务 遇到的险情又都不一样 我们当时也是以最快的速度来起飞 到了现场发现一条船严重撤寝 而且机枪已经进水了 现场海面风浪特别大 那船上下起伏应该达到五六米的样子 专家起伏特别大 然后瞬间船倾可以达到将近90度 恶劣的天气和海况加大了救助的难度 对于有着五年救助经验的救生员王欣元来说 每一次的救助任务 他都能在到达现场的第一时间 快速做出救助计划 然而现场将近90度倾斜的渔船 巨大的风浪 狭小的船舱 甲板上摆放过多的物品 许多怕在甲板上死命抓住栏杆的船员 面对这样艰难而复杂的情况 让王欣元无法在第一时间 对落脚点做出准确判断 从飞机上看下去 那个船的倾斜的角度比较大 就我从上往下看 我就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下去我的落脚点在哪里 我下去我要站在哪个地方 但是一直到做完 我们就是做完系统性的检查之后 还是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落脚点 黄志斌告诉记者 当时由于风浪太大 很难判断飞机与船的距离 再加上视野盲区的问题 此时飞行员都要听脚车手的口令 来完成接下来的工作 黄志斌说 之所以能够出色地完成 每一次的救助任务 最主要的是队员们 在无数次的实操及训练中 互相配合建立了充分的信任 整个过程是一个要抓司机 又是要密切配合 要听脚车的口令 在上空呢 其实能够在船上空 稳定的时间很短 就算我飞机稳定了 船它本身不稳定 我飞机又没办法像船这样 随时地跟着它 因为我看不见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我们密切配合的过程 机场的参照是有限的 由脚车手打开后舱舱门 来直接目视 然后运用我们专业的术语 来给机场准确的位置的 比如说移动判断 还有危险物的位置 等等一系列 任杰告诉记者 每一次的救助任务 都是需要全体人员 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而脚车手都是从救生员做起 为了在救助中 能够了解救生员的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 知道救生员要做什么 当遇到问题或风险时 能够及时通知机长 进行合理处置 人家说 做一名优秀的脚车手 需要不断的积累 救生经验的积累 飞行时间的积累 技术的积累等等 才能让你晋升到脚车手 是这样的 我们有我们的SOP 有我们的标准 其实我们都是经过了 我们无数次的日常的训练 执行任务的脚车手的话 那都是经过系统的培训 检查之后才能生人的 脚车手给我的口令 我会严格执行 我也相信脚车手的专业性 他给我的指令 一定是真实的 这个就是我五年以来 最危险的一次了 我从上面看上去 我第一反应就是 我自己也有点懵 我不知道我下去 我该在哪个地方 把他们给建上来 我下去我都不知道 我在哪个地方站 不知道他们的虚有成途 脚车手他选那个点 选的也比较好 就是等那个浪过去之后 他快速的先把我放下去 不管怎么 也不管站还是怎样的 先放下去先再说吧 在我上船的一瞬间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上去的 王新元告诉记者 之前每一次的救助工作 自己都很有把握 怎么下去怎么救 心里有数 毕竟参加救助工作 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 经验的沉淀积累 让王新元胸有成竹地 应对每一次救助 而唯独这一次 他只能随机应变 那个船舱要比较深 站位要比较多 根本就没有站脚的地方 我下去的时候 都是坐着下去的 因为他们人员比较多 赶紧也就是说 能救一个是一个 这么严重倾斜 位置狭小 站位多 又是船起伏严重 又严重撤警的一个 上面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采取第二种方案 就是以高绳救援 机长黄志斌告诉记者 高绳救援最大的好处 就是直升机 无需悬停 无需找参照物 只需将高绳建立 就能够较为快速地进行调运 有效缩短救援时间 然而由于天气原因 高绳起伏过大 瞬间受力而崩断 机组人员又抛下第二条高绳 顺利地把所有船员 接到黄志斌的飞机上 我们虽然双击起飞到现场 正常情况下 我们会一架飞机 装个五六个 另外一架飞机再装 但是当时的情况 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船随时可能沉掉 而且现场的那么严重的车型 我们重新再建立这样的连接 十分之不容易 所以说当时决定 一次把他们都接完 我们那一次就是 比较成功的 把船上所有移民都救起来 总共是11名移民 从开始救援到结束 应该是在20分钟以内 航海业属于高危行业之一 随着海上运输业的发展 海上险情越来越多 因而海上救助工作也越来越繁重 实践表明 现代化的救援装备 是确保海上救助工作 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为了有效缩短救援时间 越来越多的海上搜救组织 采用直升机开展搜寻 目前在我国北海 东海南海三大海区 分别构建了四支 海上直升机救援队伍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现在中国沿海四支飞行队 从北到南 分别是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它有两个基地 一个在大雷 一个在彭莱 所负责的区域呢 是我们连银港以北的海域 包括黄海、博海 从连银港以南 到我们的温州以北 这一块是属于 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的 负责范畴 而我们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是从温州 周三列岛 台山列岛以南 到汕头外海以北 汕头以南 整个包括南海片区 那属于我们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负责的范围 我们这支队伍呢 是交通部派驻福建地区的 执行台湾海峡 海上这个人民 应急救助的一支 唯一的空中应急力量 那么我们目前呢 是隶属于东海救助局 那么下属有两个基地 一个基地呢 在福州 一个基地在厦门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分别在福州厦门 设立两个基地 救助范围将台湾海峡 海域全覆盖 救助的半径 是110海里内的 所有船舶遇险 和人命救生等 那么根据我们统计呢 目前还是渔船的救援 占比较大 因为现在我们渔船 一个设备相对比较简陋一点 第二个呢 这个海上渔民作业的 这个基本条件和防范意识 可能还不够 所以现在来看 海上渔船的救援任务 占我们队的这个 海上救援任务比重较大 对于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来说 目前救助任务的对象 主要是遇险渔船上的渔民 而保障的重点海域 是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这块区比较特殊 受地形影响 里面风浪一般都比较大 这个形成一个 管转气流的影响 好的 关于海上渔船救助的话题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互动平台上网友们的留言 东二飞呢 跟我们日常生活中 接触到的公安 或者消防之类的 是非常的相似的 他们都是专门从事救援工作的 就像节目中那位被救的船长所说的 东二飞救援快及时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一架直升机在执行救助任务的时候 救助小组的成员一共有五名 分别是机长 副驾驶 脚车手 救生员 副班救生员 在救援行动中 每个岗位都需要紧密配合 相互信任 而通过大大小小的实战和演练 让每个队员之间都达成了一种默契 有时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就能够完成彼此的沟通 在执行救助任务的机组成员中 机长与副驾驶 救生员与副班救生员 是如何配合的呢 我们作为一个副驾驶的话 它主要是配合机长的工作 然后在飞行过程中 如果机长它是 正常来说 机长是属于操纵飞机的 然后其他的包括一些 联系塔台 管制 配合后舱做检查单 还有我们自己的 关注飞机的那个状态 然后提醒周边的障碍物 这些都是我们飞行舍的职责 尹祥鹏告诉记者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特别希望自己早日升为机长 四年的救助飞行经历 让他的飞行时长 达到一千一百多个小时 而一千二百个小时 就是升为机长的一个门槛 当自己只差一百个小时的时候 心情反而更加沉重了 现在慢慢的就是你觉得 就是一种角色转换嘛 觉得就真的是机长 它这个词很沉重的 它就是一种担子 压在你身上 全部是责任 我慢慢也开始慢慢体会到 机长呢是 它经常的安全责任 真的是非常重大 你当机长以后 整个飞机 你的安全都被你管着 还是你负责了 所有人的生命的安全 所以压力也挺大的 但是就是自己学习嘛 自己提高 各方面的去提高自己 去迎接这份挑战 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好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 能够看到直升机 在海上救援的画面 而这些画面 就是副班救生员拍摄的 拍摄只是副班的一个副业 它最主要的职责是 当主班救生员 下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受伤了 或者是因为体力不支 而副班救生员 就再下去 担任主班救生员的职责 进行救援 好的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的留言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的 救助队员 有来自部队的特种兵 或海军 加入到这支队伍 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啊 驾驶救助飞机挺危险的 我很敬佩这些 做飞行救助的人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厦门岛内台湾街 网友线铺散售 30至150平米 总价86万起 专业商馆打理 让您轻松当掌柜 更有卖当老 去人事 老乡亲 新房书店 人气坐镇 抢货快播 85央郊 999 汗水和跌打 让孩子成长 但夏天湿热 细菌更快滋长 全新舒服家清爽系列 给他12小时长效益君 健康清爽 一起用护全家 舒服家 金砖 今年厦门最热的词汇 厦门广电集团记者 走进金砖国家 体验独特的人文风情 记录里南乡亲和广大侨胞 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历程 探讨中国制造 在新兴市场的独特魅力 记者采访 为何惊动当地警察持枪护卫 闻香之味 中国茶 如何征服战斗民族 万里之外 香音未改 杨面红 有一颗炽热的中国心 惊喜不容错过 精彩 木步辖街 这里呢就是位于莫斯科的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 伊瓜苏大瀑布 巴西把它当作是上帝送给他们最好的一份礼物 约翰内斯堡的唐人街 印度洋上的东北庆风又被称作为贸易风 八月份起 夏市新闻 夏市直播室 两岸新新闻 夏门新闻广播 夏市两位一端新媒体同步播出系列报道 欢迎关注 期待 点赞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除了执行海上救助任务 遇到自然灾害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也会根据需要执行路上的抢险救援任务 2008年汶川大地震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历时11小时40分钟的飞行 开始为期29天的原川救灾工作 在危及困难的情况下 和兄弟救助飞行队一起与死神争抢救援的黄金72小时 成功救助转运人员225名运送救灾物资13.6吨 采访中记者发现 每一位加入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的队员都热爱这份工作 无关收入 无关职位 真正参加了救助任务才知道 这不仅仅是飞行 更是把生的希望带给别人 落地之后 其实救助车把被救者拉走 我也没机会见到他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背后的家庭 不至于后面的生活长得很大改变 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成就感 从事你会从中得到一种 自己的一种精神层次上的满足吧 我觉得刚开始是一种神秘感 然后从这八年的接触 现在是一种救美感 每次救完人之后 就是有一种成就感 热爱吧 因为它是一个公益的 然后又是一个可以救死扶伤 船只在海上遇险 往往都是恶劣的天气和海况造成的 因此直升机在救助遇险人员的过程中 总会经历层出不穷的麻烦 如何做到镇定自若 见招拆招 考验的是飞行机组的勇气和智慧 每次执行任务时 机组都会设计多个备选方案 大家配合默契 相互信任 只有这样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顺利完成救助任务 感谢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队员们的 爱港敬业和无私奉献 正是有了这群可爱 可亲 可敬的队员 让身处绝境的遇险人员 看到了生的希望 他们不愧是守护生命的海上之鹰 好 再次感谢今天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讨论的网友 也请大家继续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与我们展开互动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朱月 下期再会